《蝙蝠盒与超人》 之前我就在这间戏院看《蝙蝠盒与超人》这部戏 不过我想说 其实最近家庭影院的产品 都可以做到和戏院一样的效果 我就看了《蝙蝠盒与超人》的Blue Ray碟 不如让我比较家庭影院版 和戏院版的音效是否一样强劲 这次在这间戏院的设置 我们是用四只角 四只角用的喇叭就是前面和后面 如果在这个格式下 很多人都可以容易被安装到 而在我们的产品当中 又是高价的天龙或者马兰士 我们在这个格式中 可以允许你玩到三个Serum mode 分别就是 Admos E-Tex-X 和Auto 3D 刚刚就看了家庭影院版的《蝙蝠盒与超人》 对比我在戏院所看到的版本 我猜不到的是原来家庭影院版 都可以有这么精细的Admos音效 还有我会觉得这部天龙新的AVM 特别的地方 就是有齐了现在戏院流行的 Admos Dex-X 和Auto 3D 这三种音效 意味着 我之后都可以在家里看电影 避免去戏院看电影 遇到一些麻烦观众 常常聊天 说电话 骚扰我看电影的牙齐 好 你 我就是和Auto 3D